线上的弟兄姐妹 现场的弟兄姐妹 早上平安 我们归荣耀给神 继续鼓掌 今天是父亲节对不对 没什么声音 今天是不是父亲节 因为这些父亲整天就是 给钱了 给钱了 就父亲了所有的家庭 的费用 所以叫做父亲节 明白吗 所以跟你旁边如果是父亲的话 你说你好辛苦啊 跟他说你好辛苦啊 线上的父亲们 你好辛苦啊 好 我们预备心 来敬拜神了没有 阿们了吗 那我 我喊三声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你们就讲阿们 阿们 阿们 好不好 来准备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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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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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让我们一起的走到神的殿 一起来敬拜 敞开心来敬拜 好吗 阿们 阿们 我走到神的祭坦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神啊我的神 我要尝试赞美你 你的慈爱高级朱天 你的心是双大纠成 你的旧温将我安置在高处 我向你展开心 展开心毫无保佑 让我奔向来到你面前 挥转成微笑还要是 不喊阿爸父我爱你 我向你展开心毫无保留 将荣耀松散都会给你 在你面前欢喜快乐 不停赞美 我走到 我走到神的祭坛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神啊我的神 我要尝试赞美你 你的慈爱 你的慈爱高级朱天 你的心是双大纠成 你的旧温将我安置在高处 我敞开我的心 我向你敞开心毫无保留 让我奔向来到你面前 挥转成微笑还要是 武汉阿爸父我爱你 我向你敞开心毫无保留 将荣耀松散都会给你 在你面前欢喜快乐 不停赞美我们敞开心毫无保留 我向你敞开心毫无保留 我向你敞开心毫无保留 当我奔向来到你面前 挥转成微笑还要是 武汉阿爸父我爱你 我向你敞开心毫无保留 将荣耀松散都会给你 在你面前欢喜快乐 不停赞美 我要 我要全心赞美 调舞松散都会给你 在你面前欢喜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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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上千日 我要全心赞美 赞美还要赞美不停 一月八零 欢呼神勇佛心 我要全心赞美 调舞松散都会给你 你面前欢喜快乐 在你面前欢喜快乐 在世上千日 我要全心赞美 赞美还要赞美不停 一日光明 欢呼神勇佛心 我要 我要全心赞美 跳舞鬆揚秘密 在你年中一余生 我在世上坚韧 我要全心 赞美 赞美 还要赞美不停 一人和你 欢呼神 永不幸一人 一人和你 欢呼神 永不幸一人 都欢呼神 一人和你 欢呼神 永不幸 哈利路亚 是所有的荣耀送葬 欢呼神都归给我们主耶 所以美 美美 哈利路亚 是的耶稣 我们的欢呼神 要永不止息 我们要永永远远 来敬拜你 因为你就是那位爱我们阿爸天父 慈爱的阿爸天父 我们爱你爱你 我们要敬拜你 来那个圣殿 来敬拜你 谢谢你天父 天父 你满有怜悯 满有慈爱 满有慈爱的恩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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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 阮祢 慈爱的恩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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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深处呼求你名字 打开心门 领受你的爱 你是最爱我的阿爸父 阿爸天父 阿爸天父 从我心深处呼求你名字 高举双手 领受你应许 阿爸天父 我真爱你 阿爸天父 阿爸天父 天父 你们有自来 靠近一切 寻求你的儿女 阿爸天父 阿爸天父 从我心深处呼求你阿爸 打开心门 领受你的爱 你是最爱我的阿爸父 阿爸天父 阿爸天父 从我心深处呼求你阿爸 高举双手 领受你应许 阿爸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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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爱你 阿爸天父 阿爸天父 你爱我的阿爸天父 阿爸天父 阿爸天父 我真爱你 阿爸天父 阿爸天父 我真爱你 我们呼求你阿爸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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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爸天父 吹听我们的呼求 我们呼求你阿爸天父 阿爸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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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弟兄姐妹 让我们发出内心的吶喊 我感受到 有些弟兄姐妹 在当中 心里有作难的 心里有不适的 心里有感到沮丧的 心有感到忧愁的呼求 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 呼求阿爸天父 阿爸天父 我们呼求你 我们呼求你 阿爸天父 赐下你的怜悯 赐下你的安慰 赐下你的态恶 在我们当中 赐下你的恩恰 赐下你的安慰 赐下你的怜悯 在我们当中 是耶稣 随听我们的祷告 你的儿女在你面前 能呐喊的祷告 主啊 求你来随听 我们要张开我们的双手 来领受你的大爱 来领受你的恩典 我们知道今天早晨 阿爸天父 你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做奇事 做新的事 我们要做的儿女就是回转 来呼求阿爸天父 告诉他我们需要你阿爸天父 需要你的恩典降临 需要你的安慰 呼呼 赐下你的怜悲 赐下你的安慰 赐下你的大能在这里 赐下你的怜悲 赐下你的安慰 赐下你的爱 赐下你的大爱 赐下你的爱 在我们当中 是他吧天父 我们儿女 我们儿女 虽然有做了很多 冒犯你的地方 很多不讨祢喜悦的东西 主啊 我们今天 来的面前来悔改 来悔改 因为祢是那位 爱我们的阿爸天父 永远就敞开祢的手 来等着我们回家 归向祢的怀抱 祢就是在等我们 悔改回转向祢 就像那位浪子回头一样 浪子回到他的父亲的家 父亲毫无厌缘的 说孩子你回来 我会把上好的东西留给你 上好的东西都给你 我会为你摆设眼睛 弟兄姐妹 如果你远离了神 今天神就要告诉你 回到阿爸天父的怀抱里 回到祂的怀抱里 祢的爱 来充满 来充满 你的爱充满我们 神的爱要围绕着你 来拥抱着你 来临受 来临受 你的大力降临太彻底 你的大力降临太彻底 耶稣 耶稣 我们感谢祢天赋 祢是河南两山的天赋 耶稣 我们呼求祢阿爸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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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爸天赋 阿爸天赋 从一内心 从我心 深处呼求你 阿爸 打开心门来领受 领受你的爱 你是最爱我的阿爸父 阿爸 天父 阿爸 天父 从我心 深处呼求你 阿爸 高举双手 领受你应许 阿爸 天父 我真爱你 再同时的来宣扬 阿爸 天父 阿爸 阿爸 天父 阿爸 从我心 深处呼求你 阿爸 打开心门 领受你的爱 你是最爱我的阿爸父 阿爸 打开心门来领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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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领受祢兵许 阿爸天父 我真爱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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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爸天父 谢谢祢的慈爱良善 与我同在 谢谢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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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爸天父 谢谢祢 阿爸天父 这是何等的福分我们可以成为祢的儿女 我们要宣告祢就是我们的神 祢就是坐在宝座上的神 万物都要来歌唱 来赞美祢 我们要祝天要述说 天父的荣耀 从唱要传扬 祝祢奇妙的作为 我们要来告知祢 来歌颂祢 祝天首说 天父的荣耀 愁甘愁 愁甘愁 传绎传扬 我们的山 坐在宝座上 圣殿充满荣耀 万民敬带 全能的山 我们尊重祢 圣殿荣耀 尊贵能力 都会与你 都会与你 主要张开你的双手 万物就得宝足 伸开双手 万物的宝足 万口承认 你是我们的山 我们的山 坐在宝座上 圣殿充满荣耀 万民敬带 圣殿充满荣耀 尊贵能力 圣殿充满荣耀 尊贵能力 你说话 命力求你 你吹起 旧的生命 万无其长 Hallelujah 神在神 在神在 你说话 命里就离 你来吹起 你吹起 旧的生命 万无其长 Hallelujah 神在神 在神在 再次来宣告 你说话 命里就离 你吹起 你吹起 旧的生命 万无其长 Hallelujah 神在神 神在神 在神在 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 坐在宝座上 我们的神 圣殿充满荣耀 文明尽 在神的地上 圣殿充满荣耀 圣殿充满荣耀 我们的神在宝座上 圣殿充满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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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给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相信我们的神是真的吗 我们的神是真的吗 我们的神是真的吗 所以如果是真的神 我们就开神来祷告 开神来向神求 向神来赞美 我们的神是真实 是信实 是有能力的 来 继续祷告 继续祷告 来 祷告 你的祷告代表了 你对这位上帝 是信实可靠 是真的 你敢敢向他群呼求 向他发出赞美 发出他敬拜的声音 这位神是真的 你就敢敢的呼求他 这位神是真的话呢 这是我们的神 你不是会静默在神的面前的 你就是开神 开神来祷告 哪怕是一句话 你就开神祷告 现上的或者现场的 都来祷告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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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归荣耀给他 来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是真实的 我们的神是蛮有尊贵的 我们的神是值得我们祷告的 我们的神是值得我们敬拜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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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你看见 主啊 你看见我们的子民们 主啊 无论我们是男男女女 我们的青少年 我们的年轻的 蒙福利一代的老人家 我们都开神祷告 现上的我看不见你 但是我相信你也在祷告 你在祷告 因为神喜悦你祷告 喜悦你跟祂说话 哈利路亚 主啊 谢谢祢 主啊 谢谢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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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 祢 我们的神 祢 Hawk,otta 我们 mission 尺尚 真的 十分 类 格 которую mundo 尊重 本 一切 圣洁荣耀尊贵能力 多归圆地 我们的圣 我们的圣 坐在包座上 圣殿充满荣耀 阿爸 我们的父啊 阿爸 我们尊重你 圣洁荣耀尊贵能力 多归于你 凡接待耶稣的 上帝会赐给你 全并成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 所以我们靠着圣灵 使得我们今天可以呼喊 我们的上帝为阿爸父神 我们一起来说阿爸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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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归荣耀给我们的阿爸父神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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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 特别是弟兄 我不晓得你 听到你的孩子 叫你爸爸 叫你阿爸 或者父亲也好 是不是很温馨 是不是很感动 所以同样的 神的儿女 我们常常要呼叫阿爸 阿爸 在犹太人的文化 这是非常清静的一个呼唤 是一个非常紧密关系的一个称号 阿爸 犹太人的一个是不敢称耶和华上帝叫阿爸 但是自从耶稣基督道成的肉身 保罗教导我们 我们可以向我们的上帝来呼喊 阿爸 阿爸是多么亲密的 因为耶稣已经打破了这个曼子 耶稣已经打破了这样的一个的隔阂 我们可以直接的来呼喊阿爸 阿爸 阿爸 那是多么美妙的一个的称呼 神的儿女 我们经常要呼喊阿爸 因为这是恩典 过去是没有人这样称 但是耶稣来了之后 我们可以称我们的耶和华上帝 为阿爸 父神 主啊 感谢祢 感谢祢的恩典 主啊 让我们在呼喊的时候 我们也想起 祢是如何的爱我们 祢无条件的来爱我们 爱我们的爸爸 也爱我们的妈妈 爱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甚至你爱那些在教会以外 不相信你的人 你还是爱他们 你还是爱他 谢谢耶稣 如此地爱我们 我们如此祷告 是奉耶稣的名 阿们 来跟你旁边说 上帝真的很爱你好不好 至少找五位 知道五位 如果你欠一位 你欠我 你没有五位 你欠我 上帝会帮你还 我知道 好 我们谢谢 今天 梁子军的敬拜团 谢谢他们 你不懂我们有没有发现 今天的招待 都是五十岁以下的 都是我们的蒙福一代 你看到他们 你就是说 乖 儿子乖 谢谢所有的服事的弟兄姐妹 好 今天我们有奉献的 有一些特别的交代 因为有参加这个教会 退休会的请你举手一下 请你举手一下 感谢主 我们都回来了 我相信在这个教会 退休会 我们领受很多很多 为了使我们可以 也是表达一种感恩 如果是你今天你愿意的话 你也可以来奉献 特别要为这教会的 退休会的讲员来奉献 所以我们今天的奉献 有两个奉献 一个奉献是普通的奉献 一个是为了讲员来奉献 但是所有的奉献都是要放在 奉献箱 或者你做二维码的奉献 这个时候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谢谢你在过去四天里面 你安排了那么棒的讲员 给我们在生命里面 要被提升起来 也激励我们的生命 要更加的爱我们的上帝 要更爱我们的家人 要更爱我们的弟兄姐妹 我们为着这一切 我们非常感恩 是主你给我们的恩典 也为着我们的生活的需要 我们也感恩 因为你给我们的 真的是太丰富了 主我们这个时候愿意 献上我们的金钱 来求主 你来悦纳我们所奉献的 我们如此祷告 是奉耶稣 基督的名 一起来说 阿们 感谢主 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要欢迎第一次来的朋友 在我们当中 罗斯你是第一次来的 请你这个时候 举一个手 让我们这样挥挥手 我们要欢迎你好不好 这位新闻的还有这位有一位 有两位我看到有两位了 还有其他旁边的人帮我一个忙 用你的热情来欢迎他好不好 我看到有两位 有没有第三位的 帮我用热情来欢迎他们好不好 现上的弟兄姐妹 或者朋友 你第一次来 也欢迎你 用这个二位马 来体验你这些资料 好 我们新来的朋友 欢迎你 你感受到我们的热情了吗 所有 所有 感谢主 我的热情 还有啊 你们还是不错 不错 感谢主 好 那我们是很有热情的人 好 我们这个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报告 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来 请看 那最近我们有发现到 真的是 盗贼呢 就是要来破坏 所以 连我们的主任牧师 赵克文牧师的IG 有人仿造 就骗我们 这个是我们的主任牧师的这个IG 或者Facebook 什么都好 请你注意 这是假的 一起来说 这是假的 这个假的一个账户 就 请你注意 所以不要加入 他成为好友 不要透露你个人的资料 特别不要发送 任何的金钱 那我又说了 不管是牧师 不管是 黄总理 只要跟你拿钱 一律 盖电话 明白吗 OK 新来的朋友 如果 脸仔 牧师打电话给你 不要盖我的电话 因为很少 骗的人 会讲脸仔的 开玩笑 还是要注意 只要包括牧师 打电话给你 很像 声音很像 只要拿你的资料 或者拿到 拿钱 你可以帮我 先还什么东西 只要亲的 签到签 就是假的 可以吗 就要盖电话 OK 如果说我打电话给你 生日快乐 不要盖我的电话 好不好 谢谢 好 这个时候 第二项报告 是特别要给 那些五十岁以下的 那我们感恩 我们教会 越来越多 五十岁的年轻人 包括我们 今天有好多 在后面的 前面的 服事的 都是我们的 蒙福一代 一起来说 蒙福一代 除了我们为他们 祷告以外 如果你可以的话 你也邀请你的孩子 只要是五十岁以下的 来参加 这个九月一号 到三号的一个营会 在Dizaru 马来西亚的Dizaru 那我们就请到 这个周志强牧师呢 来谈谈 完成神的心意 完成上帝的命定 那主要五十岁呢 上不上 下不下 那种的感觉 他对人生呢 有一个 在这方面呢 可能有一些模糊 不定向 所以参加这个 也是给他找到 他自己的命定 找他接下来 要继续走下去的 一个的方向 那快慢不重要 更重要的是方向 对不对啊 最重要是对的方向 快慢不重要 有没有道理 所以跟他跟他讲 跟旁边人讲 方向最重要 所以呢 借着这样的一个 营会呢 让我们的年轻一代呢 找到方向 阿们 好了 第三个报告 跟我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 我是个好爸爸 耶 OK 所以你 我相信你 也是一个好爸爸 所以 我这个时候呢 我要以热的掌声 来欢迎所有的爸爸们 来 我们以热的掌声 来给我们所有的爸爸们 你们先不用站起来 还没有到 我没有这样 你没有听我讲话 哎呀 爸爸们 也所有的弟兄姐妹们 也请你先看video 没有那么急 先看一段video 来来来 video 爸爸 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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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我也懂得怎么学习去爱别人 爸爸 我谢谢你 这时候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所有的爸爸们你们站起来吧 父亲 请你站起来 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来祝我们的父亲们 父亲节快乐 爸爸前KA3 我们有很珍贵的礼物要送给你 父亲们站着 我们会有这个礼物给你 那同样的如果你的父亲没有来 你是不可以拿 一个人只能拿一份 不要拿两三份 拿过的不要拿 不要忘记 在台上还有一个 我还没有拿 谢谢你 好 OK 这个礼物真的是来得及时 因为我打到回家 我就叫我老婆来跟我弄一下 我们请所有的父亲 请你继续站立好不好 继续站立 不要拿了礼物 我都没有说 那些线上的 除非你回来 回来教会 那我们站起来 我们这个时候要请文莱牧师 真的要为着我们的父亲 来做一个祝福 我们请文莱牧师 来以热烈的掌声欢迎 Amen 的确非常感恩 就好像那个视频所说的 爸爸每一次都是回应 他和你们的夫求 和你们的需要 同样的我们的阿爸天父也一样的 每次我们需要 让他们晓得 我们可以毫无拦阻地来到他的面前 Amen 这时候我们要为父亲来祷告 让我们旁边的人伸出我们的手 也来祝福我们身边 在这里的每一个 无论在现场的 在线上的 我们来祝福你 Hallelujah Hallelujah 亲爱的天父 我们今天要特别为每一个在场 和线上的父亲们来祷告 我们祷告你的恩典 多多地临到他们生命当中 使他们能够扮演这个父亲 非常神圣的这个角色的里面 有主你的怜悯 慈爱和力量来赐给他们 帮助他们 使他们在生活当中 能够学习的来跟随你 学习来跟你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 我们也特别要为现场 因着父亲节而感到悲伤 感到难过 可能因为过去跟父亲的关系 紧张 或者甚至父亲已经不在了 我们同样的 主啊 让他们能够养几年来 来到你的面前 让你的爱能够浇灌在其中 愿你在我们当中得到一切的荣耀 祝福我们每一个做父亲的 让我们都晓得来跟你支取 来跟你这样的得到你的应许 在我们生命当中 好让我们能够活出这个榜样 使到孩子们也一样走在跟随神的道路里面 祝福我们 有我们同在 将众人完全的交托 我们叫他祷告 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Amen 好 谢谢 父亲们请坐 记得不要帮你的父亲 只有现场才可以 如果你要的话下个礼拜 如果还有剩的话我们就想办法 好今天是父亲节 我们就请到一位讲员 这位讲员真的好年轻 因为他的到来使到我们的平均年龄降低很多 降低很多 我们要经常要请一个比较年轻的来讲道 那对我来讲呢 我认识他至少七八年了 因为我经常去圣公会救主堂那边讲道 圣公会救主堂就是在那个market drive 这边很靠近的 那他们的教会有好多年轻人 这位年轻人呢他是在教会呢 是担任这个儿童事工跟青少年事工 我在说 儿童跟青少年是用华语的 不是按摩的 OK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年轻人又会讲华语 他也会讲广东话 好 所以呢 我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讲员 余文奇传道 哈利利亚 来 谢谢 谢谢 恩典典堂的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首先我要跟大家讲 我是余文奇传道 来自圣公会救主堂 来我在这里真的是非常感恩 Emily牧师 能够让我在这里跟弟兄姐妹分享 也感谢浩然牧师的邀请 在这个特别的节日的当中 要先祝所有的父亲 父亲结蒙恩 Yeah 那我自己也是一个父亲 OK 这是 对 OK 这是我的全家福 OK 我的家庭照 OK 那我有一个太太 两个孩子 OK 我的女儿今年七岁 那我的儿子呢 今年四岁 那很多人 他说我的两个孩子都很像我 那你们看两个孩子像不像我 像不像 有些人讲像 有些人讲不像 没关系 因为我的总结就是 他不像我就是像我太太 OK 就是这样而已 OK 他不会像其他人 感谢耶稣 所以 当我在大概 我的女儿七岁的这个年龄的时候 就有人就讲我很可爱 问我要不要去当演员 我在想 哇不当演员有点浪费 我就在 我就在回想 那时候如果是我真的是 去当演员的话 哇我应该演怎样的角色 你们不要看我现在OK 以前 我觉得以前 像我像我儿子这样 以前我觉得可以演那种比较走 比较帅一点的型 现在如果是我去演的话 应该是搞笑型 比较比较适合我 有没有那种 所以 其实你知道吗 弟兄姐妹 我们讲到戏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对 其实我们的生命 其实就像一台戏这样 因为这是保罗说的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的 OK 好 我们一起来读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 二十八 一二三集 我想神把我们使徒 明明列在末后 好像定死罪的囚犯 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 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在这里讲到 其实我们的生命 真的就像一台戏这样 而且我要跟你说 我们的收视力是蛮高的 因为给天使和世人观看 你想一下 天使跟世人是多少的人 一定是很高的收视力 对不对 那你知道吗 有一些演员 他有很好的剧本 可是 却把这个剧本 演烂了 可是有一些人 不一定有很好的剧本 可是 却可以把这个烂的剧本 演得非常好 那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无论 我们有什么样的剧本 重要的是 我们一定要 演好 我们自己的角色 那今天 如果是一个 绝腿的人 你要演好一个绝腿的人 你就要知道一个绝腿的人 要怎样演 对不对 走路的时候要慢一点 没有绝腿的人 走路是这样的 对不对 走路要慢一点 因为绝腿 对不对 所以一个人要演好自己的角色 你要知道 你的角色 到底是什么 那你知道吗 每一个演戏的人 没有人是为了演戏 演戏而已 刚刚开始他讲 我很喜欢演戏 很喜欢演戏 但是你看 红星大奖的时候 没有 跑上台课 我感谢我爸爸 感谢我妈妈 等下过后 我感谢这十年我可以演戏 没有人讲的吗 我终于等到十年 等到这个奖了 对不对 每一个演员演戏 都是为了要得奖 其实 每一个人我们演戏 都是要为了得奖 所以奖赏 是非常重要 那你知道吗 弟兄姐妹 我们人生这一场戏 到我们最后的那一幕 颁奖典礼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有奖赏的 因为在保罗写的 提摩太后书第四章 在这里讲到 我们会有公义的冠冕 我们会有公义的冠冕 这就是我们的奖赏 我们面对耶稣的那一刻的时候 那我们能不能够成为 我们这一人生 这一场戏的最佳男女主角呢 那今天我的主题是 在神眼中的最佳男主角 当然因为是父亲节 所以我就讲男主角 所以姐妹们 你们不要睡觉 也是关乎到你的 等一下你就会更爱我一点 我先跟你透露一点 所以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 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今天的主耶稣 主我们感谢你 主要因为你的恩典 主要让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 主要为求主你敞开我们的心 主要预备我们的心 来聆听你的话语 今天求圣灵来帮助我们 明白你的心意 奉主耶稣的名 祷告我们一起说 阿们 那我们刚才讲 一个男主角 OK 男主角呢 你可以演什么样的角色 可以帮我按一下吗 OK 好 一个男主角 可以扮演的什么样的角色 可以演儿子 可以演丈夫 可以演父亲 那我们要如何的 把不一样的这个角色 能够演好呢 那首先我们要知道 每一个角色的特点是什么 那我们来讲 演儿子的这个角色 OK 演儿子的角色 演儿子的角色的特点呢 就是要孝敬父母 对不起 这个我按不到 对 就是要孝敬父母 我们一起来读 《以夫所书》第六章 第二到第三节 我们一二三集 要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 在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 在应许的诫命 演儿子的特点 就是我们要孝敬父母 那孝敬父母 不要这样 这样子就不重视 所以在这里跟我们讲 我们要尊敬 还有重视 我们的父母 那当然在这里讲到 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父母的时候 我们要尊敬我们的父母的时候 其实这个尊敬和尊重 不是因为父母做了什么 而是他们的地位 我们做孩子的可能不完全的赞同 或者是认同父母的一些决定 一些的看法 可是因为他们是一家之主 尤其是父亲一家之主的这个地位 我们要尊敬他们 不管他们是否值得 今天上帝的话语 教我们是要孝敬父母 那要孝敬父母首先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放下我们心中的怨恨 或者是埋怨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没有一个父母是完美的 每一个父母都有做错的时候 那当然我的父母也有 那这个呢是我的 应该是讲原生家庭 你看到 我的父母还健在 我有一个妹妹 这个照片是大概20年前 不是照片 也没有错 20年前 在那个时候呢 我其实大约10岁 我来到新加坡 很多人看我 人家以为我是从马来西亚来新加坡的 可是我要跟你讲 我不是马来西亚人 我不是马来西亚来新加坡 我是从中国来新加坡的 人家会问 你是中国的 是的 我在中国出生 那个时候我来到新加坡的时候 我就在新加坡读书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非常的辛苦 为什么 因为我的ABC 我一点都不会 每一个课 除了华语课 都是ABC教的 所以老师45分钟讲课 我45分钟听不懂 我只有在下课 那个换课的10分钟 我就快点问我的朋友 你可以跟我讲 老师讲的是什么吗 他用5分钟来跟我讲 老师讲45分钟的课 我听得懂 哇 厉害 那个时候 不只是这样 学校给我们那个信 学校写的信 全部只有英文而已 所以我拿那个信 信看我 我看信我不懂 他在讲什么 所以我就要去我的邻居那边敲门 我就要问 姐姐你可以解释一下 这个信讲什么 我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学习 你知道吗 在那个时候 你们可以笑 可是我跟你讲 在那个时候 我每天都哭 很辛苦 因为在当时 我爸爸妈妈都不在我的身边 我那时候很恨我的爸爸妈妈 我讲 为什么你把我伸下来 把我丢在这个地方 我一个人要独自地承受 这样的 每一天这样的 这个 情况 虽然我跟我的阿姨 住在一起 阿姨很疼爱我 可是既然 寄人篱下 还是寄人篱下 的一个感觉 还是没有真正的 家的感觉 所以我不懂这个是感恩 还是什么 有时候这样讲 所以我去阿姨的时候 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家 阿姨的时候 哪里都是我的家 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真的 因为我不懂 什么是家 家是你的避风感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 成长 所以这也导致了 其实我现在很不会 还有很尴尬 跟我的父母聊天 跟他们沟通 我不懂要跟他们聊什么 也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东西 好聊的 因为自己一个人 就是成长 独自惯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那因为我从小离开家 不受约束 所以当妈妈 就是来跟我一起住的时候 有时她的这个过度的关心 反而让我觉得有点不自在 我说 我小的时候 你都没有什么管我 现在我都当爸爸了 你还需要这样 我说 我就会有点不自在的 那种感觉 但做父母的都讲 你永远都是我孩子 是啦 是啦 我真的是觉得很不自在 你知道 刚才我讲这个图画 我又讲 我又讲这个照片 我跟你讲 这个是两张照片 合成起来的一张图画 这个不是一张照片 这个是两张照片 我妈妈跟我妹妹的照片 跟我跟我爸爸的照片 放在一起的 合成的一个全家照片 所以你知道吗 我从小就没有一个 很完整的原生家庭 或者是一个 比较有缺陷的原生家庭 可是你知道吗 无论我的父母有多么 多少的缺点 我都尝试着爱他们 我爸爸喜欢钓鱼 我非常不喜欢钓鱼 因为钓鱼就是这样 咻 坐在那边等 等 One hour later 没有鱼就没有鱼 我觉得很浪费时间钓鱼 是一个浪费时间的东西 可是因为我要找话题聊 所以我去学习钓鱼 我去学习 所以我才能够有多一点的东西 能够聊天 可是你知道吗 要去 对我来说 要去孝敬父母 要去爱父母 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我说了这么多 好不好我在这里也要跟大家承认 就是我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儿子 或者是非常孝顺的儿子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做到那一点 完全的做到那一点 可是我还在学习 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更爱我的父母 多一点 所以真的要跟大家说 站在台上的 无论牧师还是传道人 我们也不是完美的 我们也在学习 很多时候在跟大家讲道的时候 我也自己在反思 身为一个儿子 我要怎样的更好 成为一个儿子 那我妈妈最近 就刚刚好昨天就去 槟城玩 我就发了一百块给她 我说妈妈一百块祝福你 玩得开心一点 OK 我觉得我就做的儿子 孝顺父母多那么的一点点 OK 我觉得还不到 可是我愿意继续的学习 Amen Amen 那刚才跟大家讲做儿子的角色 那现在想跟大家讲做丈夫的角色 OK 演丈夫的角色 OK 就是 Next one OK 还没有讲到丈夫的角色 讲进去的时候 我要跟大家讲 在2016年9月24号 是我人生中非常特别的一天 因为这是我的结婚日 我结婚 今年是2024 OK 要八年了 Hallelujah OK 因为有时候我跟我太太讲 我跟你结婚 好像不是很长 可是我觉得很像要三四十年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哇 你知道 我就看到这张照片 我就回想起 我当那个时候 当新郎的那一天 我当我的新娘走来前面 我receive她的这个手的时候 哇那种感觉 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美妙的一个时刻 然后当牧师 牧师会讲很多话 你是否愿意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要讲誓言 对不对 有时候牧师他们讲话 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 那种心情你知道吗 很迫不及待 要将这个新娘带回家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当我在讲我们婚礼的当天 其实我们称这对新人 都是新娘和新郎 对不对 我的话就是 今天的新郎是余文旗 今天没有人讲 今天的老公是余文旗 在婚礼上面没有人这样讲 对不对 也没有讲今天的丈夫是余文旗 没有这样 都讲今天的新郎是余文旗 对吧 都是这样 所以英文字 新娘是Bright 叫Bright 那英文字 新郎叫什么 Broom 不是 G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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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新娘叫Bright 新郎叫Groom呢 Groom其实有 你翻华语就是有栽培的意思 所以 As a bride groom You need to groom your bride 你需要栽培你的新娘 成为妻子 今天我们做丈夫的 我们需要栽培我们的新娘 成为妻子 那你知道吗 栽培是一个过程 栽培不是一天两天 就能够到达的一个指标 那你知道吗 很多当妻子的 当新娘那天跟妻子那天是不一样 因为一个新娘 她要成为一个妻子 是需要学习 需要很多不断的被栽培 那当然 这个也要跟大家讲 前提是 在这里的妻子或者新娘们 你们要被栽培 丈夫就比较能够很好的带领这个家 Amen 那今天我们姐妹的 要我们的丈夫能够带领这个家 那我们姐妹就要成为那个 愿意被带领的人 Amen Amen 只有牧师讲Amen 其他的弟兄Amen吗 Amen Amen OK 姐妹Amen吗 哇 姐妹 那你知道吗 很多人在结婚之前 都讲 我爱死你了 那在结婚之后呢 我爱你死了 那 那 当 还没有放下这个戒指的这一刻 这个叫什么 叫 Wedding Ring 那放下这个戒指的这一刻叫什么 很多人讲 叫 Suffering Alright 到底你的婚姻当中 你是Happy Wedding 还是你是Suffering 真的是两个人的相处 那 我相信 接下来有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呢 这个太太就讲述 她的丈夫多么的爱她 如果是你是那个太太 你觉得你会不会希望 让你的丈夫也这样的爱你呢 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视频 这是我的好老公 羡慕吧 他什么都让着我 让我洗衣服 让我做饭 让我收拾尾声 让我带孩子 让我扶到孩子写作业 还让我上班 他让我里里外外一把手 他不光让着我 他特别心疼我 怕我说话辛苦 在家从来都不跟我说话 都是在单位 跟同事把天聊完了 再回来 是吧老公 看我费脑筋 家里的大生小生 从来都不跟我商量 还知道我特别爱孩子 所以孩子一切都交给我 还特别关心我的身体状况 总是时不常的问我 你有病吧 你们的老公 肯定没有老公好 是不是 所以姐妹 有没有人喜欢这样的老公 什么都让着你的 有没有 没有对不对 让你做饭 让你洗衣服 什么都让你 好不好 好 好 只有丈夫讲了 而且只有一个 其他的丈夫都不敢 来得安静 现在讲了回家就惨了 OK 所以你知道吗 其实 这个是很多可能 是人 是人 所以为的爱 那 在圣经里面的爱 是不一样的 因为在圣经里面 教导我们 在以夫所书 第五章 二十五到三十三节 其实在这里就 一直跟丈夫的 尤其是丈夫的提醒 就是要爱妻子 爱妻子 爱妻子 好不好 丈夫的我们一起说 来 一二三 爱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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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真的要爱妻子 这个是圣经所教导我们 姐妹会不会比较爱我一点 这个丈夫我们做丈夫的都要爱妻子 那当然在这里也讲到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所以当丈夫爱妻子的时候 妻子被爱的时候 那就是丈夫跟妻子 能够心连心 那唯有我们心连心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一起走下去 唯有我们能够与妻子联合 成为一体 一体不只是在我们的肉体 而是在我们的心灵的里面 能够成为一体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继续的走下去 那当然 在这里讲到这个爱 就是爱加倍的爱 因为爱加倍的爱 很多人就翻成为阿嘎贝 阿嘎贝跟阿嘎报 其实都是一个字 都是一样的 都是爱加倍 可是阿嘎贝是名词 就是一个名称 阿嘎报是一个动词 动词就是说要动起来 要去做东西的 所以今天的这个爱 是要有行动的 那当然 说话也是行动的一种 所以不要讲 我要做 讲也不用讲 不是的 有一些妻子 听到你讲 I love you的时候 她的心就很舒服 所以说话也是行动的一种 那你知道吗 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 我们在这里讲 为什么要爱妻子 为什么要爱妻子 因为当 这段经文叫我们爱妻子 是因为女人的改变 非常的大 女人从一个新娘 可能在以前在家中 什么都不需要做 爸爸妈妈包办完了 可是来到你的家中 什么都要学习开始做 很多时候可能 当一个女人 她们在怀孕的时候 很多的调整需要去做 可能很多时候 需要在工作上面的调整 饮食方面的调整等等 在这个身心灵的调整 需要的时候 她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就是做丈夫的体调 做丈夫的爱 一个丈夫能够爱你的妻子 就是能够体调你的妻子 在不同的时候 体调她们的辛苦 体调她们的劳苦 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人家以为觉得 我让我的妻子去grooming 就是让她去给她钱 让她去做肥蛇 做肥蛇不是不重要 重要不只是而已 在这里讲到丈夫要爱妻子 要be a bridegroom 就是我们真的是要栽培我们的妻子 成为合神心意的女人 那当然在这里我看到很多年长的 auntie uncle 我结婚了这么久了 你看你旁边的那位 我的老伴已经是白发苍苍了 那我还可以怎样的去爱彼此呢 你知道吗 我就在去年的时候 我突然间上帝就给我这个感动 在我认识我的太太 跟她成为好朋友 然后被戳合成为一对 然后结婚 然后有孩子 在这一段时间的当中 很像是一个理所当然的 从这个阶段变这样 变这样 去年的时候上帝就给我看到 我们有一个阶段 没有这个记忆 是什么呢 就是我追求我太太的那一段 在这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是曾经有轰轰烈烈的追求你的另一半 所以我要跟你讲 对不起我没有 我的另一半很自然而然的嫁给我 哈利路亚感谢耶稣 所以在去年的时候 上帝就感动我 要去重新追求我的太太 那追求 那当太太的 当你的丈夫追求你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 我想要有一点罗曼蒂克的感觉 会不会 做太太的会不会 会 大声一点 你们要回应我一下 有没有 做太太的会不会想要丈夫 做一点特别的东西 会不会 会 对 所以那个时候 因为我想要追求我太太的时候 我就要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 那我跟你讲 我是一个很现实的男人 因为我觉得 有些时候我对于吃更是现实一点 这个地方叫海底 我不是为他们打广告 我是跟你讲我们在这里吃 那平时我跟你讲 我是根本不会去这个地方吃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他的东西非常贵 为什么 因为我吃肉吃很多 我一去就order很多肉 一order肉 他的账单出来的时候 哇就吓我一跳 很贵 所以我就觉得 为什么我不要去另外一个火锅店 我付一个钱 吃到我饱 没有问题 所以 在那个时候呢 我就想 我没有带我太太去吃过海底捞 那一天我就 就有这个感动 他就问我 Dear你要吃什么 我就看出来 我就想 这个感动 感动叫行动 我就穿着手 我说你跟我走 我就带他 就走 你要去哪里 你不要问 你just跟我走 就走到这个海底捞的前面 然后他就问 你要去哪里吃 我在这里吃 他看着我 真的是那种 不敢相信的那个脸 看着我 在这里吃 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吃 他突然间爆了一气出来 他说 I'm so surprised 我跟你讲 为了这句话 我跟你讲 吃的值 我跟你讲 就这样 因为 丈夫 以行动 去爱太太的时候 太太是 会感到surprise的 所以 在这里 无论你结婚了多少年 今天 我真的是鼓励大家 让我们的这个 夫妻的感情 能够被refresh 能够被refresh 不要觉得因为 就是因为我结婚了这么多年 而just让他淡下去 不是的 今天我们是可以 从然当时的这个激情和爱情 不是说要做什么特别 有时候真的是做一些 我们之前没有做过的东西 想要去尝试的东西 就去吧 让我们能够更爱彼此 Amen 所以爱一个人是需要放心思的 那扮演好一个丈夫的角色 这个秘诀就是要爱太太 那第三我要讲的就是 父亲的角色 那今天 当我在说父亲的时候 就是 你一定要有下一代 你才可以叫父亲 没有下一代 你最多只能叫丈夫 或者是叫儿子 那今天我讲的下一代 不代表我们要有亲生的骨肉而已 那我们属灵的下一代 也是我们的下一代 那今天我在讲到 演父亲这个角色的时候 就是我们要怎样的更好的 代我们的下一代 所以今天无论你是单身 无论有孩子没有孩子 无论你是多年幼年长 只要你有带领一个人 你就能够扮演这个角色 也是上帝要托付给我们 每一个人要去承接 带领下一代的 那在下一段的经文 这里讲到 真言书第二十二章第六节 在这里讲到 教养孩童 使他走当行的道 就是到了 他也不偏离 那在这里演父亲的特点的秘诀 就是要教养孩子 就是要教养孩子 教养 这个原文是hanak hanak 就是在于我们要教 而且还有多一部分 就是要献上 要献上 要dedicate我们的孩子 那我们要知道 上帝给我们孩子这个产业 不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只是一个管家 孩子是属于上帝 孩子是属于上帝 所以今天我们有时候 不要抓孩子 抓到降紧 把孩子看为我们的上帝 不是的 今天上帝给我们管理 我们的孩子而已 那下一张图 下一张PPT 谢谢 OK OK 左边的这个图 照片 就是我的儿子 他出生的那个时刻 我的儿子他是在家里出生的 OK 在家里 我的太太在家里生产的 这个不是plan 没有plan OK 他是突然间 就出来了那种感觉 所以呢 我是在家里 迎接他出生的那一个 真的 在那个时候我跟你讲 那个 那一刻的心情 看到 因为我看着他出生了 看到他在那个羊水带的时候 突然间这样 滑 出来 然后我就接住他 然后他的脚一出来的那一刻 突然间 扑 羊水带就破了 连整床都是水 OK 在那个时候我知道 那个心情 是多么的喜乐 是多么的高兴 是多么的兴奋 看到一个小生命 在我的手中这样揭出来 你知道吗 在那个时候 是否我的责任 就只是让他能够平安的出来 然后让他能够健康的成长 好好的学习 等他21岁的时候 你自己保重 因为你已经是成人了 是不是这样 不是的 在这里 这节经文教导我们 要教养孩童 要教养孩童 那你知道吗 很多人现在只做的一半 就是养 可是没有教 养 没有教 很多我们做父母的 尤其在新加坡 非常的竞争 非常的激烈 不是孩子竞争激烈 是父母竞争激烈 很多时候 你考到几分 为什么你的朋友考到这样 为什么你只是考到这样 你去什么学校 你的朋友为什么可以去这个学校 你看父母的竞争激烈 OK 真的 所以你看这个 我这个孩子 会弹 会打鼓 会玩杯 会谈别人 我的孩子呢 不懂 他会不会输给别人 很多时候我觉得 父母今天在担忧 孩子 他的这些东西 我到底有没有达标 有些父母呢 甚至卖房 做义工 住靠近学校 就为了让这个孩子 能够进去 这个所谓的名校 可是当我们在教会 问这些父母 你有时间不是吗 你可不可以成为我们的招待员 对不起我可以我没有时间 或者是当教会有盈会的时候 我们现在教会有盈会 一个人付费是五十块 五十块啊 为什么这样贵 教会有没有津贴 便宜一点可以吗 所以我当父母去学一个 drum lesson 一个keyboard lesson 一节课都上百块 没有皱一个眉头 可是当教会跟你讲 五十块一个盈会 哇 可不可以有discount 哇 教会的acom不用钱 教会灯不用钱 是不是 可能 恩典堂没有 可是我的教会应该有 OK 真的 OK 这是我的一些的 点点滴滴的小经验 有一些父母呢 孩子睡觉 因为是学校的school day 哇 快点叫孩子起来 起来不要迟到 不要上学不要迟到 不要迟到老师来找我 等 周末来教会的 不要紧啊 迟到五分钟 is ok 等他不怕牧师去找他 可是牧师人好 不会找他 OK 所以你知道吗 其实这种都不是 我们能够很好的 教导下一代 其实讲真的 我要跟父母讲 就是 其实这是罪 如果是这样 我们这样子做的话 这是对父母来说 是一个罪来的 真言书 教导我们 要去教养孩童 使他走当行的道 这个当行的道 不是世上 要我们去做的东西 这当行的道 是上帝的话语 教我们 要怎样去做 下一个 这当行的道 在生命纪 这里这里就有讲到 你要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1 2 3 你要尽心 尽心 尽力 爱耶和华 你的神 那 13节A 我们一起来读 你要敬畏耶和华 你的神 侍奉他 知道吗 弟兄姐妹 在这里讲到 我们需要 爱神 敬畏神 和侍奉神 那很多时候 当我们讲到 我们爱神 我们要敬畏神 和侍奉神的时候 我们往往可能只是嘴巴讲 那你知道 其实言教不如生教 当我们在讲的时候 我们自己有没有做得到 如果是做父母的 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远离了 那我们就很难看到 我们的孩子 跟上帝能够有个好关系 当我们都不能够很好的敬畏上帝 那我们的儿女 要如何的敬畏上帝呢 当我们连时间都不能够分别为圣 来侍奉上帝 我们的孩子只会比我们更忙 那他们要如何的分别为圣时间 来侍奉神呢 那下一张图 这张图 你看到吗 你看到我的一家 加一个男人在中间 这个男人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男人 因为他是我的牧师 也是我属灵的爸爸 刚才我跟大家分享就是 其实我的原生家庭 父亲这个角色 一直都是缺乏的 一直都没有一个很好的扮演 在我的生命当中 可是我感恩就是上帝 他让我的属灵的爸爸 自民牧师出现在我的生命当中 从我信主一直到今天 他带领我 他帮助我 你知道吗 在旁边那边有说 孩子不会做你所讲的 他们只会做你所做的 所以我看到他的生命 他做出来 让我看 让我学习 那弟兄姐妹 当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这个 讲道的当中 我跟大家讲 我们今天的这个三个角色 给儿子 丈夫 父亲 那弟兄姐妹 因为当我们讲到这三个角色的当中 我们无论扮演什么角色 我们都是有缺陷的 因为我们就是不完美 可是今天 天父 他不是要来定我们的罪 今天天父是要救赎我们 今天天父他是要帮助我们 能够更好的来扮演这三个角色 你知道这三个角色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男人不只是要扮演儿子 丈夫 父亲 男人最重要的是要做回男人 一个男人要有担当 因为当我在很多看到儿童师公 这些孩子的爸爸的时候 看到好多没有担当的男人 那今天身为男人的我们 首先我们要担当 那再者呢 今天上帝要恢复我们的本相 上帝是以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所以男人我们是有上帝的形象 上帝给男人是有带领的 上帝给男人是一家之主 上帝给男人是能够爱护妻子 能够成为我们孩子的榜样 那首先今天弟兄们 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如何 今天上帝要恢复我们的关系 上帝要我们先来领受他的这份爱 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好地去 爱我们的父母 爱我们的妻子 爱我们的孩子 那还有最后我觉得上帝 他的心意 他的心意就是让今天 若是你是第一次来的 他要给你这个机会 让你能够认识他 因为认识他是我们这一生 最大的福分和好处 在这个时候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就把时间交给浩然牧师 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 主啊因为你是照着 主你的形象来造男造女 主你创造我们 主啊我们在人生当中所扮演的角色 虽然很多 可是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我们如何的成为天父的儿女 主啊今天当我们跟你有一个好的关系 主我们就能够扮演好我们的角色 主啊今天无论我们的年龄如何 主我们还是有机会 我们还是有机会能够成为一个好儿子 能够有机会成为一个好丈夫 能够有机会成为一个好爸爸 主啊我祷告 主啊今天你来 主啊触摸我们的心 主啊帮助我们 主能够回转向你 谢谢你主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谢谢文奇传道 文奇传道讲了两个字 我们做父亲的 我们身为男主角的 我们要担当 要担当 现在给你们一个机会来担当 我请所有的父亲们 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请你这个时候赶快到前面来 这个是担当了 你敢不敢 请你的丈夫这个时候 到他前面来 为什么呢 我们这个时候来到神的面前 领受神给我们的这个角色 Let man be man Amen 让我们恢复男人的担当 恢复男人的一个的角色 在上帝的面前给我们的角色 所以当他们唱的时候 我们请所有的父亲们 你这个时候就慢慢可以走出来 好不好 来 请 阿爸天父 所有的父亲这个时候你站起来 到前面来 阿爸天父 父亲请你站起来 然后就到前面 到前面来 所有的父亲请你到前面来 阿爸 大胆的来到神的面前 来张开你的双手 来领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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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不是要逼你 但是你要担当起来 到前面来 来天父的面前来领受 我们不需要为你祷告 你自己祷告好不好 在线上的爸爸们 你这个时候站起来 线上的爸爸们 你这个时候站起来 让我们摊开我们的双手 我神阿爸天父 你走出来 神这个时候一定会赐给你 祂要赐给你的 让我们恢复 恢复 我心生中不求你阿爸 我开心了 你说你感 你是为爱我的阿爸 来弟兄我们先祷告 你自己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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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需要陪你祷告 我们男人就是要带起 那祷告的热忱 求你阿爸 主啊你看见了 主啊你看见了 这群都是我们的父亲们 都是我们的弟兄 是我们的父亲 那我们的父亲 是我们的父亲 你们早点一眼 我们的父亲 是父亲